大家好 今天我就會教大家 怎樣做這個body scrape 檸檬body scrape 那我們需要的材料是 檸檬 Honey Cane sugar 水 還有 鹽 好了 那我們需要的工具是 匙巾 碗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工具 就是這個磨檸檬的器 是很膩的 所以要小心一點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 那首先 我們呢 就要磨檸檬 的皮 然後 其實你想磨幾多都可以的 因為它只是因為 美觀的問題 那你感覺上去 就可以舒服一點 就真的 就像一個scribe 對 到處去別人家裡 不要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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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會倒糖 倒糖 倒糖 那 那 你倒水呢 那 那 你倒水呢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要放少少Honey 那 那 其實呢 你覺得它是好 不是好 那 所以呢 就會決定放少少少糖 那 那 那 我們剛才呢 又可能 就是 就放了 4個Tablespoon的糖 那 因為我們想做多些 所以剛才呢 就放多了少少少水 看不看它都是很稀 搞不到我們的目標 那 那 怎麼辦呢 就 就放多少少Honey 因為Honey呢 它是黏的 這樣呢 就會搞到它 沒有那麼稀 那 就繼續搞吧 那 其實最重要的材料呢 都是糖 和鹽而已 那我們現在呢 就放多 15克 15克 那 就繼續攪拌好 那 就是 你看到呢 已經沒有適合鮮金 稀的了 那 那我們現在呢 就放多少少的糖 那 其實呢 這樣就已經是非常之 成功的一個作品了 那我現在呢 就想 放多少少檸檬水 那 那個 他那個 那 很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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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難做 好 好 其實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其實當你下次用的時候 糖和鹽就會沉澱在下面 所以你下次用的時候就用筷子 攪拌一下 就好像這個 就好像他一樣 你看到下面就是有糖和鹽 其實已經沉澱在下面 這個就是我之前製作的 現在我們就會示範 當然這個是Body Scrap 所以用於新度的 我們就用筷子攪拌一下 因為我剛才說過 它是在 因為我放在冰箱 所以它就會沉澱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拿個 我想拿個匙巾 然後呢 就用筷子攪拌一下 就用筷子攪拌一下 筷子攪拌一下 筷子攪拌一下 感覺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你就沖完涼 用完shower gel之後呢 就塗這個上 然後再沖一次 這樣就完美了 那我現在洗完 那我就去洗手了 那今天我們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